画面上可以看到KTV外头被大批警力包围 因为这里发生了打裙架事件 第一时间警方到场 民众情绪人相当激动 黑衣男子被远警压制在地不断挣扎反抗 警方也立即朝他喷辣椒水压制 斗坞事件就发生在新北板桥一出KTV前 今天清晨五点多 两派人马结束夜唱准备离开 在门口互看不顺眼就朝了起来 接着大打出手 警方货报赶抵现场 但双方人在冲突 甚至有人想撤乱开车逃离 通通被警方拦下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现场访问 从二号开始KTV才恢复饮食饮酒 没想到才第三天 就有民众喝酒后爆发肢体冲突 警方够出动20名快打警力道场压制 将双方共15人带回侦办 详细冲突原因还有待调查离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肢体冲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肢体冲突